美容都在廣場Net爭議還在燒 面對基隆市府 僅僥是林佑昌市長任內 刻意不登記產權所引發 林佑昌也不忍了 林佑昌在批謝國良行為脫序 而知任市府前發言人有本名 在臉書開嗆謝市府謝澤 連合約都不認真看清楚 刻意操作林佑昌 任內沒完成產權登記 最後夜闖商場才捅出大樓子 其實先前基隆市政府公布圖卡中 也能看到與大日簽訂的合約書 放大檢視的部分 清楚寫到與盈域期滿後 將產權移交 如果早就決定不跟這個 原廠商來續約的話 其實他整整有超過一年以上 的這個時間來進行產權的一個移轉 1月31號的晚上 謝市長親自主持過兩次的應變 會應跟沙盤的推演 那也在這個會議上面去指示 警察進行行政的一個配合 我想這個是社會上 大家最想知道 謝市長也有責任跟社會 還有所有金融市民來做說明 林佑昌強調自己任內 未終止與NET合約 自然無需進行產權移交 統平謝國良想藉此轉移 2月1號 槍闖NET爭議行徑 大家都知道林佑昌的說法一變再變 他就是怕OTB案被偵辦 所以才轉移焦點 金融多案廣場爭議延燒一個月 前後任市長再次隔空對抗 隨著相關事證文件被揭露 真相也越來越清晰 再次隔空對抗 掌握財財